我現在聽到現在個人的聆餐 是天光祖堂 我媽的愛情 做成這個心態 我以前他們不是一起的 我現在過敖事 曾經所想的 我現在都好了 好 好 好 那个线上的人不多没有关系 我们就 就开始了 好我们大概今天有几个 主题 讨论 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 就是 过去那个阿美族人 在 航海的过程 我们根据文献 来看 阿美族人过去 到底他们在追求什么东西 你们看 画面上这个 第一个 他从陶器 工田玉 玛瑙 琉璃珠 到铁 到黄金 到最后的硫磺 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个特点 阿美族人好像在找 那种矿物的东西 那这个的价值体系到底是谁 给 我们的族人的 是从那个 整个 那个南洋 寻导的南岛语系里面的交易系统 是不是给予我们一个 价值 就是说 这个东西比较值钱 如果你拿到了这个 矿物 是当代 是那个时代最 会有价值的 它在交换 体系里面会占比较好的优势 我的预测是这样 大家看 你看从陶器 丰田玉 玛瑙 琉璃珠 铁 黄金跟硫磺 这都是阿美族在 台湾 就是 曾经跟其他族 交易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我在想是一个 南岛民族的一个价值体系 就是用矿物来作为交易的一个 一个媒介 所以我的假设是说 如果有人说阿美族人过去他们追求的是什么 可能追求 那种 物以稀为贵的那种 矿物 作为他的交易最大的筹码 大概是这样 李老师我这样子讲 这样的逻辑正不正确 对呀对呀我们一路就是 我从 我们如果用时间的话 那就是 陶器跟丰田玉就是在三千五百年他是分界 他的分界 然后就是丰田玉跟铁器的分界是 两千五百年 你看你这样算起来的话他是有一定的顺息 就跟刚才凯明这个 一系列里面 那是前面 陶器前面这一段时间 大概就是三千五百年以上 对对对对 我们来对照一下 看大家这样比较有概念 我们从 四千年四千三百年的时候 阿美族人首先会有 神文桃 神文红桃的文化 对阿美族第一次利用 那个 土啊 去制造 陶器啊 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那第二个阶段我们进入了 碑南文化跟麒麟文化 还有花岗山文化 他这个里面就是进入了 丰田玉的 那个传播的 过程 就是我们有南岛玉路 把丰田玉传到 那个 那个 菲律宾 还有 婆罗洲 印尼 马来西亚 还有 越南 辽国 这一带 就是 这个时期 那是丰田玉 那我们到了 下一个时期是属于 三合文化 三合文化主要是那个 就是我们讲 他 那个 玉器本身被取代了 被什么取代呢 被琉璃珠 那个玛瑙 取代掉了 那 龟三文化其实跟三合文化的 挖道的东西是差不多的 然后三合文化 他之间 也会影响到 十三合文化 那十三合文化 也有挖出那个 我们刚刚讲的铁 因为 他们本身那个海边的 沙子里面有铁 有铁的元素 可以拿来直接炼铁 那也影响了那个 鸟松文化 我现在指的都是阿美族去过的地方 因为铁器是 阿美族人从那个 南洋 南洋带到 台湾的 那南洋的铁的技术是从印度 透过马六甲海峡 进入到印尼 那阿美族在做南岛预录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透过这个航海的一个 一个 循环的过程 从把那个铁的技术带到台湾 那我们铁器完之后 阿美族发现铁器好像 交换价值变低了 他下一个动作是黄金 黄金是什么时期呢 黄金就是那个西班牙人来台湾 应该是前后 我在猜应该是 前面的 西班牙人来的时候他们400年前 16世纪左右 对对16世纪 大概是15世纪 14世纪的时候 美族人就在采金矿 这个等一下那个我会提到那个多罗满的那个 也就是说 多罗满省区 就在利物西口那一带 有沙金嘛 那个地方 那个在 附近有一个崇德遗址 那里面挖出很多房金 那最后一个阶段是阿美族人到 最北部 就是我们那个 13行那边 那他主要的 的 采的 矿石是什么 就是硫磺 那个时候中国在打仗 所以中国大陆到台湾的那个 他们所谓的华商 就是汉人的商人 到台湾跟那个北部的 做交易的东西就是用硫磺 可能换他们的一些 湿脂品之类的 炸药 对对对 可能是炸药 硫磺是专门做炸药的 好 李老师我刚刚这样子讲 就是有对应到每个 时期的文化 这样子的说法正确吗 都对应到了 对 对那段时间 我相信在大陆那一段 战争那段时间 他们很需要这个硫磺 所以你看在北部这边 很多都可以挖到硫磺 很多 铜也有 铜也有 我记得在瑞宾这一边 内边有一个专门做铜器的 就是把矿石变成为铜 就在瑞宾那一带 瑞宾 你讲的是青铜器 还是一般的铜 可能 就我就不清楚了 因为当时 我经过那一边的 那一边的时候 人家说那边是专门做铜 做铜器的 那究竟是青铜器还是什么 应该是现代 现代 铜器不是 更久远的年代吗 对啊 好 这一般的铜跟 铜庆祝 好 不清楚呢 网络不稳 网络不稳 不稳定喔 OKOK 诶那 那 我再 诶 网络不稳喔 不清楚 断断续续的 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有听到吗 可是你的声音是断断续续的 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啊现在有现在有 刚才不清楚 有断断续续 OKOK 我刚刚讲的 就是那个 那个龟山遗址啊 他们有那个青铜器 不过那个青铜器 我 我比较 我比较觉得是从大陆那边做 真的 对 我到台南的时候 那个大利沙战是跟他们做交易 换买的 应该不是自己做 对 基隆这一边 这一边啊 不是青铜器 因为我觉得青铜器是比较久远的年代 可能是大陆过来的 对对对 那所以可能是一般的 对 那 如果 如果有时间 可以到基隆去看看 这个地方 嗯 老师那个你对基隆那一带的就是因为他们那边很多 奇奇怪怪的东西你对那边的环境守不守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他们那个 什么像什么金瓜石啊 什么什么石份 对啊金瓜石那边是黄金嘛 你看这边 都会谈到 所以铁 应该也有这个矿石 然后就环境环境是在金瓜石这边嘛 然后 硫磅 那一带 那一带基隆那块 从 从这个 淡水河 一直到 延伸一直到基隆这一块 那是很多矿场啊 没矿也很多啊在那边挖 嗯 所以你说这这这这这几个 呃 铁器 铁器方面的应该 都会有些些 被开采的地方 所以 我想那个在瑞宾这边啊 因为我听到说那边是长头 而且从外观看啊 因为那段时间我在基隆那段时间是已经没有在使用了 没有在 现在可能 已经变成为观光的地方了 就跟那个商行一样 可能是变成这样 就有时间可以过去看看 那老师我有一个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后来因为我小时候大概是国小的时候 看新闻 就会看到那个基隆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挖煤矿的 那个事情 那我看到好像很多是那个阿美族人 那个什么就是怎么讲 就是有发生一些 挖矿的 一些 一些 那个 比较不好的事情 对 是不是阿美族对于那种 矿物的那种敏感度特别高啊 就是说从从那个那个硫磺 下一个应该就是煤矿 应该那个好像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 对应该是这样 是吼 对 那煤矿这一边 那 也许是 我们海岸这一边 比较没有 啊做美矿 啊 是哪里应该是在 呃 受风 受风这一带 一直到 呃 光复这一带 那我们可以从他们在 之前 那 在 呃 边南文化这一块 在挖这个风田义的时候 可能已经有 他们 他们有这个习惯性 嗯 当有需要这个煤矿的时候 有人去招了他们就过去了 大概是这样 对是好像 你看我们海岸这边 啊我还没有听到 后来有啦 是零零星星的 不是西家带鉴的 那欢迎这边是西家带鉴星 挖美矿的 嗯 对对对你看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 一种习惯性 所以 过去挖那个风田玉的时候 可能有些些的连带的关系 海岸这边大部分都是抓鱼的啦 大鱼的 对对对 OK 那这样子 应该没有错啦 就是说 我这个部分主要是要 跟各位讨论的就是说 我们从陶器 丰田玉 玛瑙琉璃珠 到铁 到黄金 到硫磺 硫磺 这个都是 阿美族人过去 在台湾 在那个追求这种矿物价值的 过程 主要是这些矿物 它具有交换的价值 所以这样的观念 我在想是以前的南岛与族 在南岛民族 在南洋在做 各种交易的过程 这种矿物本身 就是一种可以作为 高单价的 交换的东西 也就是说 我拿一个琉璃珠跟排湾族 就可能换一个寿品 我拿一个 就是比如说 瑪瑙或者是丰田玉 可能可以跟平浦族换一个 就是 一包稻米 就是说它有一个交换的价值衡量 阿美族 他掌握了航海的技术 他可以把这一些矿物 透过采集的方式 然后再传播到 其他地方 让其他人在交易的过程中 阿美族可以 获得比较高的 一个利益 这样讲 好像不是在讲阿美族人 其实如果照以前的逻辑 阿美族人就是商人 还是海上的商人 只是说 我们现在比较难思考 这件事情 那 我为什么要点出这个问题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我今天下午有跟李老师讨论 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 谁掌握了关键技术 谁就掌握了话语权 第一个 第二个 谁掌握了话语权 就掌握了交易权 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 你看我们以前 那个 那个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候 为什么要强迫我们 讲国语 事实上他们要掌控那个话语权 他们掌控了话语权的时候 所有交易的规定就是靠他们 那国民政府还没有来之前 是闽南语是商业用语 闽南语掌握了话语权 他也制定了规则 闽南人还没有进来的时候 是谁掌握了 台湾的话语权 你们应该不相信 是阿美族人掌握了交换的话语权 我们每次都 可以给各位看这个图 对 就是说 那我们的范围 我们的范围就是 台湾的南部 台湾的北部跟东海岸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我们阿美族人 交易的位置 第一个 你看北海岸的部分 从淡水那一带 基隆淡水 还有宜兰 这个以前就是我们讲的 最重要的交易地点在淡水的巴黎 13行遗址那个地带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另外一个就是在台南的大园 大概就是在希拉雅的这个位置 对 那 这边你们没有发现 这边都是紫色的 颜色也就是说 这里有一个通用语言 就是说 可以通 彼此可以沟通 为什么台东这边也是紫色 你不觉得怪怪的吗 为什么台东这边是紫色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阿美语 在北部跟南部 都通行 那凭什么我们有这样的 那个 通行的 因为我们掌握了航海的关键技术 阿美族人是当时最会航海的 只是你们可能 只是我们可能都忘记我们祖先会航海 因为已经超过400年 大家早就忘光光了 那自从西班牙荷兰进来的时候 也就是刚好在400年前 他们进来之后 把所有的 自海权都掌握了 没有办法随便 到外面 到外面去做海上的交易 包括清朝的禁航跟明朝的海禁 整个导致了南洋 南洋 跟南岛民族的交易的网络被打断了 那导致现在阿美族人从海上的一个航运的角色 变成陆上的 那个 那个农耕狩採集的 就是他整个转型成 自己不太熟悉的一个工作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李老师我刚刚那样讲 有没有正确 就是第一个掌握了关键技术 就掌握了话语权 掌握了话语权 就掌握了交易的规则 这个逻辑正确吗 正确 因为当时 在 1600年前 因为 西部这一边可能都是从大陆这边过来的 那在更早期的话 像 更早期这边2500年之前 可能都没有人记住在那个地方 就是他们在这行动 加上就少数的大陆过来的这些民族 也是也是原住民啊从大陆过来的 你上一次我们讨论的那个白夜啊 所以你看 这个航海 那应该是算我们阿美族 所以可以控制了 你看整个差不多的台湾了 南北东 都已经掌控了 再说我们阿美族 这个族群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是航海嘛 所以他就 他 到这个 比较平原很大的地方 他很难适应啊 他不会种东西啊 或者是那个平原都是沼泽地带 过去 很难在那边生存吧 所以他都用 他习惯性的这种航海的方式 去交易嘛 对 对的就是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延伸一个话题 我们把这个 这个画面放大给你们看 好你们看一下这边有几个族群 第一个叫做 Gabaran嘛 对不对 对对 这边叫做凯达格兰嘛 最北叫做巴塞 南边叫做Gurum 好 我们来研究这几个族群 我们从文献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 西班牙人说 在北部很特别啊 那个格马兰有自己的话 但是他们也会讲那个 巴塞语 很怪啊 这个格马兰 为什么会讲巴塞语呢 那西班牙人就说 因为这个巴塞语是他们 那个在交易的通用的语言 也就是说 他们必须透过巴塞语 才能跟那个 那个巴塞人交易嘛 所以他们也会巴塞语 好 那格马兰就不讲了 因为他有独立的语言 那第二个是凯达格兰 这个凯达格兰是 依能家举 他曾经问那个基隆 基隆岛上 和平岛上的妇女说 你们从哪里来的 然后他就说 讲了一个他听不懂的话 可能是什么凯达格兰之类 也就是原住民的话 然后他就说 你们是凯达格兰族 事实上不是 是巴塞族 那最上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巴塞 这个巴塞 其实就是我们 阿美族的 阿扫的法塞 你们只要用南氏阿美的 念法 念法塞 他们怎么念呢 他们念 巴塞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阿美族的阿扫 这个是拉兰二十系统 他们是南边的系统的 氏族 等一下我会介绍他们登陆的 最后一个左边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 古鲁 古鲁 这个 事实上还有一个叫做雷朗 雷朗很小 在这个看不到 那雷朗是什么族呢 雷朗就是从那个淡水河进来 他一直往里面走 走到大汉西的 那一只叫做雷朗 那事实上他是阿美族的 雷朗的 鲁朗 鲁朗这个 鲁朗 鲁朗是什么样的 氏族呢 鲁朗就是 巴吉拉的分支 马鲁朗那个鲁朗 构树 这是巴吉拉的分支 那再来这个呢 古鲁 古鲁 他其实就是 是指我们现在的 他是从哪里进来 他是从南坎西 往上走 他其实是到龟山 然后他叫什么 你们知道吗 龟山以前就叫 龟山的名字就是古鲁 古鲁是什么呢 阿美族人曾经也称一个地方叫古鲁 金伦 所以古鲁这个词汇 是阿美族的语言 所以这一只其实大概就是在南坎西那一带的阿美族 然后雷朗族就是在淡水河的上游 淡水河的出海口就是巴塞 唯一一个 那边的平浦族就是 凯达格 不是对不起 是 格马兰 好我要延伸一个话题 等一下李老师帮我 讲一下 当格马兰 我们汉人跟西班牙跟 那个荷兰人 进来的时候 我们北边的格马兰跟阿美族都撤退到东海岸 或者是花东一带 你们有没有发现格马兰人很会讲阿美语 这件事其实连我妈妈我爸爸都说他们的阿美语很会 事实上他们从北部撤退 就是从北方 格马兰从北边撤退的时候撤到花东一带 特别是在长滨那一带的格马兰 很会讲阿美语 事实上并不是后来学的 他们本来 在北边就是讲巴塞语 他们本来到了东边的时候 他们还是会讲 巴塞语 但是因为西班牙的时候没有阿美族 西班牙那个时代只有巴塞人 他们没有 西班牙阿美族是在日本时代才有这个名字的 所以 李老师你 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是海岸线的 我这样的说法正不正确 那个格马兰人 是不是就是他们本来就会讲巴塞语 只是到了花东一带 那一个话叫做阿美语 对 在长滨 长滨的 东边 那个街道 街上的东边 那一 那一区 都是 嘎辽湾 他们讲的是嘎辽湾 那嘎辽湾这个在我小的时候所碰到的这些人 都很会讲阿美语 然后我到张远 张远那一带也是一样 然后 跟他们交流之后呢 他们所一些 腌制的这些 呃 食物 就跟阿美语的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知道这个 可辽湾 其实 以前早就很会讲阿美语的话 那 我们从巴塞这个 呃 语言来说的话 那你说 你看看北部这边一个巴塞 然后到 呃在转移 那么因为有这个西班牙人嘛 那 因为 在这种同志 可能 他们不太怎么喜欢 然后就转移到了的 予兰这一块 所以他们就说哎我们予兰 大部分都是 卡巴兰 他们就讲说卡巴兰 其实讲起来 他都是从北边这边 或者是 有些是因为通婚跟巴塞人通婚 哦那 这个语言的话 他们就可以 可以很快的可以 呃可以会讲 就就是 这个 怎么让 然后他撤退之后 一直 因为当时 呃 呃 这个 这个 西班牙人 或是荷兰人来了之后 那更凶 因为最先在基隆这一块 就 这个淡水这一块 本来是西班牙人嘛 那后来就被荷兰人赶走嘛 那一赶走以后他们就往 往东边 往后面撤 然后再 往下的时候 好像有人住嘛 所以有些部分的 可能会回到他原来 他们 这个 呃他们这些 啊族群的这个部落 但有的是直接就跑到了 像 张延啊 长宾啊 这个这一块 所以你碰到的 呃格马兰 那都很会讲这个阿弥西多话 道理是在这里 但是 现在的小孩已经不会讲了啦 那 会讲的都已经 差不多的年纪75岁以上 嗯 对我也要 讲一个 我这个 上个礼拜回台东嘛 那我就开车载我妈 我就问说 我说妈你小时候 你知道谁是党阿弗烂吗 他说我知道啊 就是那个比较黑的啊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 那个 在 在那个什么 在那个什么 那个 花东一带的党阿弗烂 我们阿美族会觉得他比 肤色比较黑 李老师 我妈妈的这个 柯白印象是正确的吗 应该是 他有这个 概念啦 所以他会说出这些话 真的 对啊 可能我们阿美族比较白啦 可能那个党阿弗烂 可能有混到百万族嘛 我在想 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妈妈那个年代 他们认得出谁是党阿弗烂 谁是党阿弗烂 但是我有问他一句说 那你们小时候 你们都怎么讲话 我们都讲阿美宇啊 我说话一样喔 他说一样啊 所以我吓到了 难道那个时候的党阿弗烂 跟党阿弗烂 对于我们的 那个长辈来 是不是同一个对象啊 对是这样啦 其实我们阿美族对这个 党阿弗烂这一块的说法 并没有一个很 确定的是哪一个族 只要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但是他又是原住民 都叫党阿弗烂 哦我懂 他不是 哥马兰的人 哦那是 什么 什么 希拉牙的人 不是是什么 什么组 或马卡道的这样子 对 通通都叫 党阿弗烂的 叫党阿弗烂 对 哦了解了解 党阿弗烂是通称啦 嗯 可是老师我就是一个很好奇 我妈妈 她竟然说 我说你们小时候要怎么话沟通 她说 用阿弗烂 我说你们的话一样 她说一样啊 哎我有吓到勒 他们会讲啊 就跟你讲 我们 腌制的东西 都一模一样 他们腌的还比我们好吃有时候 是什么呢 不一定是猪肉 其实植物类的像这个什么 就是 竹笋 还有一些 什么 芯之类的 植物类的芯 他们也都在腌制啊 比我们阿弗烂的 更厉害 对啊 嗯 好那老师 如果假设我妈妈讲的那个 除了 芯苗湾会讲阿梅雨的话 那 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 其实东海岸不是只有芯苗湾了 我记得还有马卡道 对不对 对 对所以 我妈妈可能也有遇到马卡道的人 老师你看喔 我们刚刚讲说北边的话撤退嘛 对 我们在那个西班牙荷兰时期的时候 北边撤退 事实上南边也在撤退 那个达里萨干 恒春系统的 马兰跟那个 巴黎法 也是从 台南那边往东边撤退嘛 对不对 对 他们撤退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的希拉雅族跟马卡道也是被压迫 他们也是跟着阿美族人往东边撤退 那 撤退到东海岸的这一群人 会讲阿美雨 这个逻辑是不是就连在一起了 我们就可以推论了 因为 这个马卡道他们还有 他们很早 对现在很早就被同化了 那 这个卡道湾是在北边这一边嘛 那 比较晚被同化 他是跟 阿美族是一块生存在一起的 那 希拉雅这一边可能已经铸成为 我们是阿美 他们是什么 是什么 可能已经在分了 所以 那些被同化的都不会跟阿美族讲话 没有 阿美语的语言 所以北边这边 比较 没有这种受到很大的这个 语言的侵入 所以他们还可以保有 阿米斯的这些语言 嗯 所以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 会跟阿美族人一起逃到后山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台东这一代的话 又是他本身跟阿美族的关系比较好 也会使用阿美语的这一群希拉雅跟马卡道的族人 对 你看 我 藏光跟真饼的中间有一个部落 就是藏光的 阿米斯 有一个叫 陈子埔 也就是 港口三大事件 第一次打起来就是 他的东边 那边有住了一些 就是 那大概是马卡道人 不是不会讲也不会融入阿美族 嗯 没有融入喔 不像那个赶辽湾一样 大家都打成一片 可以你从这边可以看到 他们从西边搬过来说 早就被同化了 对 所以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 第一个 从南 就是从那个台南那边 一起跟阿美族人跑到后山的这一群人 第一个要嘛就是汉化很深 他本身也不能认同自己是藩嘛 对不对 对对对 不认同 第二个是他重子会讲阿美语 他也 尽量不讲对不对 大概是 你看因为 我知道希莱雅他们曾经有年轻人想要去做证明 然后就去找老人家就说 我们想要 回复我们的希莱雅的名称 结果你知道那个老人怎么回他吗 我们都做人的 为什么要做翻 就是说我们都已经做人了 为什么你还要做回翻这样子 所以他们那个台南那边的就是那个原汉 就是说汉人跟藩人的意思 是不是远比那个嘎辽湾在北边的更严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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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 很早就已经被这个同化了 也就是在 在明朝这一段时间 因为郑成功打到这里的时候 他当然一定要控制这一代嘛 控制这一代就同化了 那其他的就像 像马南阿梅啊 还有很多阿梅 那当然就会 他们就不习惯他们的同事方式 就往南走了嘛 那这些 这些人可能也是 对这个他们入侵的人 感到害怕 也跟着阿梅族去 移动了 可是他们就没有 融入到阿梅族这个语言了 所以你看他们会 也会变成 一个社区一个社区 OK 好老师 我再提出两个 因为小白老师也在线上 我顺便讲这个小白老师也帮我回应一下 当初那个 恒春系统的 包括那个马兰跟那个 那个 跟那个 应该是巴黎套跟法兰奥这两个系统 第一个撤退的是法兰奥嘛 法兰奥撤退到台东市那一带嘛 那第二个撤退的是 那个巴黎套嘛 他们就是后来是沿着北南西 往上面到 陆野观山池上嘛 所以 这两个系统撤退 里面 好像 阿美族在台南 其实如果就我们的文献来看 他其实呆了 从 从铁器 假设铁器时代的扩张起 他从 2300年前左右 就已经在台南了 我现在讲的恒春阿美 2300年前就住在台南了 可是 他们撤退到台东的时候 他们的阿美雨是90%以上是完整的 并没有被汉化 那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 当初的台南 阿美雨的使用度是非常高的 才会导致 你们现在看的这张图 整个 整个希拉雅那一片全部是紫色 跟我们右边台东的颜色紫色 这两个语言是可以对话的 李老师这样讲对吗 因为我们很从阿美的到现在的话已经 比较很少听到那个标准的主语啊 大概一半一半都是讲汉语啊 讲那个闽南语啊 不过我今天有查到一个就是 那个李老 那个把李老 李老那边是 是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台湾族 李老是一个瓮 他们说是 瓮 他们做的那个瓮 黑桃那个瓮 那个叫李道啦 哦 所以把李道的话 那是不是从那边那个 黑桃是 还是红桃是从南边还是 北边 听说封闭那边会 最早的是 是黑桃啦 封闭 出土的 然后那边是 黑桃啦 黑桃啦 他们讲是黑桃 不过 刚才你讲这样的话 那个距离也蛮高的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 你刚才讲的那个 平步组嘛 那个叫什么 党阿弗乱 党阿弗乱 我们部落这边也有啊 是黑黑的 有一点像布农族啦 也跟我一样啦 这样 你会不会是党阿弗乱 你抱错那个户口 也说不定啦 不过 他 他就每次看到我说 哎 麻烦了 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这样 然后 是阿弗 阿弗 原来 他的孙子都 都叫他阿弗啦 台语的阿弗啦 结果他说 是阿弗 是阿弗 老师 所以那个阿弗 是用阿美语问你的 哦 哈 那个啊 他讲阿美语哦 对啊 他讲的也蛮溜的啊 一直介绍说 阿弗 你还记得吗 阿弗 这样 后来我才知道 嗯 老师你有没有问他说 老师那个他如果是党阿弗乱的话 老师你有没有问他说 你怎么会讲阿弗乱的话 我小时候就知道他会讲 哈哈哈 他是居住在你的 呃 我们社区啊 哦难怪 天光 天光部落啊 对啊 这个就会讲了啦 嗯 很溜 对啊 刚才我讲那个部落啊就是在 唐光跟真柄中间这个 是 跟阿弗乱不来往呢 所以我们那边的都叫 那边的都叫阿弗乱不来往呢 他就是这样 其实 他是个 所以那个平补主 就是 党阿弗乱他们意思是 这样子 是比较黑啦 不见得 对 也有黑的 对 那我这样了解 我们这边的 这边的 看起来 你要是我 问我妈妈的那个 他的刻板印象 党阿弗乱的人 肤色比较深的 他说我们阿弗乱也比较也是黑的啦 他也有马上讲说 一直在太阳 当然是黑黑的 这样子 我们现在 只是说描述那个状况 我们没有在 歧视皮肤黑不黑这个问题 他又被误会 对啊 对 好 那李老师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推论 这个语言学家 他 他 他做调查的这张图 是不是很符合 当初阿美族人在台南那一带做生意 跟在 巴黎那个淡水出口那边做交易 是不是很符合这个语言的 那个对应 也就是说 阿美族人当初的语言 是我们的 交易的强势语言 因为我们掌控了所谓的关键技术 就是航海的技术 导致了我们有话语权 那我们有话语权之后 我们就制定了交易的规范 所以在重要的那个出入口 在淡水的巴黎跟 台南的安平 那个台南的安平 沙干嘛 达里沙干那个沙干 那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就是 主要是以阿美族语作为交易的语言 就应该是正确的对吗 对因为 你刚刚看这个图哈 我们可以 往前推 他的年代大概就是2300年之前的啦 所以会有这么漂亮的颜色 那之后呢慢慢陆细进入了一些 从大陆过来的 所以 可能这个图可能会有变化了 这个图一定是在2300年之间 也就是在 归 边南文化 这一代 之前 对 对没有错 好 那我们这一张图哈 我们看到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把它做一个回复 让大家知道 这个图 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越找资料 越能够对应它的实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图 我们先简单讲一下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大概是我们用文献的资料去做交叉对应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 这个图的本身是刘易昌的考古博士教授 他画的 那个里面有颜色的字是我 我跟李老师跟小白老师 我们这个团队去把它推估出来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从上面往下看 当阿美族人利用航海的技术 他利用黑潮的力量 黑潮是这样走 因为我们不要再重复因为黑潮我们讲过很多次 黑潮是由下往上走 你就把黑潮 想成高速公路 那第一个下交流道的是 那个达里沙干最南边 他在鹅卵比就下交流道了 那第二个 在 黑南下交流道 然后再来 在长光下交流道 巴吉他在越美下交流道 那法赛在新城下交流道 也就是说 这一些 鞋扫 不是单一鞋扫 他是一个联盟 比如说 达里沙干联盟 他可能 达里沙干加宝导湾 加那个 乌鲁斯 那 达朗鲁斯也是可能加别的 那 吉威利安也是 他不是单一的鞋扫 他都是一个联盟 一个联盟 进来台湾 那你们看这一张图 很妙的地方是说 最北的那个叫法赛 他登陆的点在新城 我们这个图不能乱画 这个是 因为他现在比如说 新城月眉长光碑南鹅卵比 他挖出来的遗址 也就是新石器时代 大概是 那个中晚期那个时候 挖到的遗址的内容物 差不多 他差不多挖到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的淘气 来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就说 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 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 我们那个他们来 就是阿美族人来台湾的时候 就会有淘气的 你知道阿美族人除了掌握了航海技术 他还掌握了一个 台湾本岛上比较不会的技术 叫做 火候运用的能力 也就是说阿美族人其实在 铁器的时代 就已经会利用高温在制作东西了 也就是说炼铁 炼金 炼铜 这个其实 阿美族人是第一个掌握这个关键技术的 现场如果有 第一次听我讲说你是在讲阿美族人吗 我跟你讲 真的是阿美族人 我不是在讲别人 因为以我们现在的观点 一定觉得阿美族人怎么可能 这个我们当初还以为我们是活在原始的时代 可能只会用石器 阿美族人来台湾是把 东南亚的铁器的文明带到台湾 这是阿美族人做的事情 不是汉人 也不是白人 也不是其他人 就是阿美族 好 那这张图 意味着 就是说 淘气时代 阿美族人 进驻的时间 但是我们不能说一定很精准 大概就是这个时间 因为 这个时间的余子我们挖到了淘气 那这个的分布 从达里沙甘 达里沙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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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我们从文献里面去推估 这些挖塑进入的场域跟它的位置 李老师我这样的图OK吗 OK啊 OK啊 那 我可以去回溯一下 这个铁器 是怎么来的 刚才凯明也讲到了 他是从印度过来的 所以他一定会停留在马来西亚这一块 也就是新加坡 还有就是印尼这一块 所以呢 那我们阿美族呢 因为航海的关系在做生意嘛 这个时候就会把这个铁器带到了 这个技术带到了台湾 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时间点刚好也是在 已经是到了 已经很晚哦 好像是两千年 两千年左右 对差不多 两千年这一段时间 你看看 我们是从三千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在航海哦 对你看 刚才我们说红桃这一块 已经几年了 三千四百年之前 对 你想想看这一块 这样的 这样的在运转的时候 你说不会有很多东西会被发现吗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的 所以阿美族很厉害 OK 好 那李老师刚好有提到 我们再往下面看第二张图 刚刚阿美族的登录的时间点 好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进入了我们所谓的新石器时代的晚期 中晚期 大概就是 我看一下 差不多就是哇 也就是三千 也是三千四百多年左右 也是很久 对 我们那个时候的航海技术就已经很好了 你看 你们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也是用刘毅昌教授的图做底图 你们看哦 有颜色的地方 就是阿美族道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的那个什么 他这个给他打擦哦 可以可以 刚刚我们前面的一张图哦 你们还记得吗 我大概给你们稍微复习一下 达里沙干是在那个什么 那个鹅鸽 鹅鸽笔那个地方登录 好有没有 这边有达里沙干 所以它的移动的范围 大概就是在恒春这一带 那达朗尔尔是在北南西哦 大概就是在这一块哦 那吉尾里沙大概是在长光那附近哦 包括什么猫公啊 秀姑兰西出口 那就是在这一带 那巴吉法是从花莲西那一带哦 那法赛他是从那个宜兰 蓝阳西的新城那附近哦 在蓝阳西 所以你们仔细看哦 这几个哪上创造的什么文化哦 我们从下面来看哦 其实达里沙干哦 他可能创造了这个响铃文化 那这个响铃文化有可能不是只有单一族群哦 他可能跟那个排湾族 阿美族一起的 那因为小白老师的那个寻耕之旅 是不是有到响铃村 小白老师是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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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恒村阿美的寻耕 你那个达里沙干有去响铃村嘛 对不对 对啊 没有错 所以这个响铃文化应该就是你们跟台湾族的建构出来的 那再来 悲南文化哦 就是主要是那个拉朗恩斯这个系统哦 因为悲南文化有很多故事哦 都跟拉朗恩斯有关 再来就是我们讲的麒麟文化哦 麒麟文化就是巨石文化 就是我们那个东海岸那一带的那个沿关哦 从新色哦 从新色到猫空到那个长光哦 到那个白首莲 到那个匹西里岸哦 然后到那个那个佳路兰哦 再到那个富岡渝港那附近 然后最后到北南西那一带哦 就是在到我们现在的那个旧香兰那个附近哦 好大概这一段就是中间这一段就是麒麟文化 这一段是麒麟岸它这个联盟创造出来的 那北部的就大概就是在花莲西以北 那个利物西以南哦 这个就是把吉他哦 主要挖 主要采集丰田域的就是他们 然后把吉他这个系统哦 他以前有一个旧址啊 把吉他它是一个地名哦 你们可能要查文献这个文献 把吉他是以前寿风溪南边的一个旧社的名字 叫把吉他 我们以前都不知道把吉他是一个部落哦 他以前是旧部落 在寿风溪的南边的一个旧社叫把吉他 所以就很证明的把吉他是从花莲西那边进去 那他们是专门是采集丰田域的 所以他们在那边采集了也一两千年哦 所以他们慢慢形成的两个最大的部落 到花莲西的上游 大概就是泰巴朗跟马泰安 这个就是他们留下来的 以及因为阿美族本身是航海民族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内陆的模式 就跑到上游去搭部落 这个其实不太像阿美族的惯性 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采集的丰田域 采集的上千年 就那边都待了上千年 所以那个部落就形成了 所以你们可以发现 那个泰巴朗的部落的结构很特别哦 泰巴朗的部落的他的组成 我不知道现在啦 他文献有提到 泰巴朗的最里面的格吉他安的人 是拉朗诺斯的系统 是南边的人 然后再来第二圈 在外围的就是巴吉他跟吉威利安 所以你可以发现 当时候的拉朗诺斯 就已经跟巴吉他跟吉威利安合作了 他们合作的目的就是说 我请你们去采矿 那再请他们运到那个悲南 也就是那个悲南西那一带 所以拉朗诺斯那个时候是老板 吉威利安跟巴吉他是他的伙伴 所以他们这个三个氏族 我不一定是只有这三个 我是用代表性的啦 如果没有讲到你的氏族 不要难过 因为以前阿美族的氏族 其实是没有那么多 后来才分出来的 所以就是这个三个氏族 创造了花岗山文化 麒麟文化跟悲南文化 那这些文化之所以那么有名的原因是 刘毅昌教授 他说这里的丰田域跑到了哪里 菲律宾 巴拉旺 菲律宾 还有 爪哇 爪哇 还有到马来西亚 到那个 疗国 还有到那个柬埔寨 然后到越南 去那么多国 这个丰田域只有哪里有 你们知道吗 只有花莲 这个叫散域 这是台湾唯一的一个特有的 那个域的品种 所以 这三个马上创造了我们这个花岗山文化 麒麟文化跟碑南文化 好 那我们来再往上看这个法赛 法赛它的登陆点是在南洋溪 就是在宜兰 我跟各位讲 你们不要以为它登陆宜兰的时候 葛玛兰就在那 葛玛兰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 葛玛兰大概是在现在800年前出现的 现在的法赛族登陆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是3000多年了 那个时候哪里有葛玛兰 所以大概它的整个发展是这个样子 好 李老师我先讲到这边 你有没有要补充的 没有 所以这样的说法 应该蛮符合我们刚刚第一个阶段 登陆期嘛 对不对 我们登陆之后 然后现在进入了发展期 对不对 对 好 发展期 对 好 那个我怕我讲太快 现场有没有人有什么疑问的 想问一下说 哇 真的那么丰富吗 是这个有没有证据 我们每一个论述都要找到证据 不能乱讲 因为这个全程录音的 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想问的 因为因为我上一次有去那个行根之旅嘛 我去那个蒋林 蒋林村啊 226号就这样子进去 蒋白老师 可能现场有些新的人 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你是哪个系统 你的侍族是谁 不然你这样讲哦 没有人知道你在讲什么 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好 我叫小白老师啦 当光中哦 我是恒春阿美 三个妹 那真正来讲的话 我的氏祖名称是 所以上一次呢 我就跟我堂哥啊 去找那个 去找我的根啊 就去那个响林村 我就说我们达里萨干怎么来到电光的 所以呢 我就去找了这个地方啊 哦 不错 那个地方确实跟那个什么台湾族 应该有混杂了啦 嗯 有那个那个响林村那个第一批的那个 不过那边有一个墓碑哦 那个碑哦 那个是日本人日本人盖的样子啦 为什么会有日文呢 对啊 所以我就过去了 然后走了以后 然后又什么 他们有走那个什么阿朗女古道 那时候叫什么 碑南狼道嘛 什么狼嘛 狼桥啦 对 狼桥古道 狼桥古道 他们是这样子走上来的这样 嗯 所以我就觉得 哎呦 一切我们达里萨干的那个坑 是不是从台南来的这样 嗯 那个 我后来我听说 那个什么安平港那个叫什么 什么 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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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干啊 是不是我们就很早就在那个台南那边的 对 花旗啊 嗯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一段路也是值得啦 好 包包完毕 哎 哎 观众老师 我想问一下哦 想你村是在哪一个乡啊 萨干 哦 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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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萨干那边 嗯 所以那个 嗯 老师你说 我发现就是有很多国语的名称哦 都是从我们的阿美族这边出现的啦 对对对 真的哦 翻译成国语的 真的很多地方 我发现我每次看到那个字哦 我只要想一下阿美语是什么 就猜得出来了 对啊 对啊 什么 那个 老师你看那个麻豆 麻豆的 麻豆你会猜什么 麻豆啊 麻豆 麻豆 麻豆你会猜什么 不知道 老师你是排男的 你不知道麻豆 麻大啦 那个原来叫麻大 麻大 对啊 对啊 麻豆 就是说以前那个 就算是希拉雅那个族群哦 他们那个所有的用的共通的语言 就是交易用的语言 也都 就是我们现在的阿美语啦 真的哦 对啊 麻大 好 继续 OK 好 这样子应该 现场应该还有 有没有人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叫做阿美族的发展期哦 好阿美族越来越厉害了 我们看一下 他下一个阶段进入到什么期 就是进入到那个所谓的铁器时代了 好 这个时候的阿美族人哦 去哪里哦 就是去到南洋群岛的时候 他发现 他们不想要浴了哦 他们想要换东西了 这个时候阿美族人 把南洋群岛的那些文化哦 就是从刚刚那个李老师有提到 那个铁器跟玛瑙哦 其实是从印度传到东南亚的哦 他们通过马六甲海峡哦 或者是从比较短的路送过来 然后把这个文化带到了东南亚 那东南亚那边就开始使用那个铁的 铁器的使用 还有琉璃珠跟玛瑙 那这个时候的阿美族人哦 去到那个南洋群岛哦 就把那个琉璃珠玛瑙 跟铁器的用品跟他的技术哦 都带到台湾了 好 这个时候的阿美族人哦 大概就是最强盛的时候 我们如果讲一个民族最强盛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哦 我来拿一张比较清楚的这张 好 你们看一下这张图哦 阿美族进入到铁器时代的时候 就是这个 这个时期哦 就是我们讲的三合时期 三合时期哦 他的时间点 你们看一下这个左边哦 大概对应的时间是 两千四百年 阿美族人两千四百年前就会炼铁哦 两千四百年前 那你要想一个问题 那他们的那个炼铁的发源地在哪边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有没有铁器的 有没有铁器的 我看一下 有看一下我找哦 有时候也找不太到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往北的 阿美族的铁器哦 其实在哪里发迹的哦 就是在碑南遗址那个附近哦 有一个旧香兰哦 旧香兰哦 旧香兰这边的铁器哦 主要是 哪两个铁器哦 就是 拉铁器跟达里萨干哦 就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南边最南边是达里萨干 北南西是达里萨干 那我们从文献查到后 旧香兰遗址最重要的两个铁器 就是达里萨干跟达里萨干 所以达里萨干 跟达里萨干哦 是那个时候最早去东南 那个 东南亚哦 南洋群岛那边把铁器 还有那个琉璃珠 跟玛瑙 带回来台湾的 然后他的路径是什么呢 他就往北哦 他到了晋谱 再往北哦 他到崇德 再往北到汉本 那再往北到齐武兰 再往北就到我们现在的巴里 这个就是 阿美族铁器往北的 传播的模式哦 那 往北是谁呢 你看最北这个巴里 这边是法赛 那晋谱这边是谁呢 就是我们讲的 巴吉萨旗里萨这个系统哦 那这里呢 汉本 跟崇德 这是谁呢 汉本跟崇德 很有可能就是巴吉萨跟谁 法赛 这两个 因为他们离这边最近了 上面是法赛 下面是巴吉萨 所以这两个遗址 比较有可能是巴吉萨跟 那个 法赛这两个 那晋谱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秀孤兰系统的这一 这个马哨这一群哦 那 旧湘兰这个地方就是 达里萨干跟 达达尔尔斯 好李老师我这样子的推论 是不是有对应到 有有有有对应到 重点就是 在那一段时间 也就是在 呃两千 四百年是吧 对 两千四百年前 对 两千四百年这一段时间 他是从这一个 南洋这边把这个积数 带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之后呢 就开始 往 往北再走 因为他究竟他的航行 就是往北走嘛 就靠着这个洋流这样 啊慢慢慢慢的 降到了 呃 后面 这个 汉本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所说的 呃 南澳 对对对 南澳 对 所以你看看 这过去阿美族 都有居住 在这里做生意的地方 当然 可能 这一边哦 已经是混杂了很多的 这些 族群啊 可是我们阿美族 还是不放过啊 因为他要做生意嘛 移物移物嘛 要交换这个东西嘛 所以他每一个地方 都要停一下 啊所以 嗯 跟蔡所说的 在一路上去 一直到这个 呃巴利尼这一边嘛 啊 嗯 巴利尼这边大概是 呃 后来 可能是 呃 铁器 呃最尾 呃可能比较 进步一点的 因为这边有矿场嘛 啊就有没矿 有铁杀 对对对 对有没矿可以少 嗯 嗯 没有没矿啊 对对 所以这样这样讲下去的话 呃 可能这个就可以对应到了 嗯 嗯 反变 那我们再看哦 我们不是只有往北哦 我们再看一个往南的系统哦 好 这个 这个系统哦 应该就是 大利沙干那个联盟哦 那不可能只有单单大利沙干啊 就是往南的系统哦 有可能 大利沙干啊 还有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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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 李老师我忘记那个 蒋英雄老师的 他的哪哨怎么念 我忘记了 那你讲的 五路 对 五路 对 对对对 五路 对 就是这些系统 但当然也会掺杂了一些北方的哪哨 像是巴吉拉跟吉威利安都有可能 因为 小白老师的电光部落后 他们从恒春侧退的时候到电光的时候 那个电光目前有八个哪哨 那个哪哨里面有北方的哪哨 就是有那个吉威利安跟巴吉拉也是有 所以不见得说到了铁器时代 我们北方的哪哨没有往南边移动也是会 但是我现在讲的哪哨是主要是 是以达里沙干做主軸 比较好讲 达里沙干他走是从旧香兰 他往下走到那个什么龟山移植 再往上走到那个鸟松移植 这个都就是达里沙干把铁器的文明 带到了南部跟西部 这个逻辑是这样 对 那个往北的系统一直到巴黎 往南的系统到台南 就是这样的路线 李老师这样子的分析正确吗 正确 正确 对 好我们看这张图 我们再对照一下 这张图 好你们看 另外一张 这张图你们看 这张图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整个阿美独把铁器传播的源头 是在三河文化 三河文化就是旧香兰那个位置 好 往北 你们看往北是不是到晋浦 再往北是不是到十三行 就是巴黎 是不是这个动线 对不对 对 那往南 就先到龟山 对不对 那再到鸟松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间的顺序 是不是就顺了 他这个时间上的发展 是不是就按照这个顺序走 那有一个地方比较特别 为什么十三行不是在阿美族的系统下面 你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另外一张图 我们看这张图 比较可以看得出整个圆道 你看阿美族的系统是这边 我把它框起来 阿美族的系统是这边 就是东部 东部神文红桃往上 这个是阿美族的系统 阿美族跑到人家的地盘 跑到哪里 就是响铃文化 还有鸟松文化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响铃文化 还有鸟松文化 我们又跑到了别人的地盘 玩山文化 还有十三行文化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吗 阿美族在创造玩山文化的时候 是跟别人一起的 那阿美族在创造响铃文化的时候 是跟别人一起的 所以 旁边有别人 不是只有阿美族 那到了十三行的时候 就更多别人了 你看看 十三行文化那边有植物园文化 枝山园文化 圆山文化 土地公 还有玩山 这个就是十三行文化 是在这个基础发展的 所以这个地方有汉人 有平埔族 甚至有日本人 还有那个什么白人 都有跑来这边交易 所以十三行是一个很多元的地方 同样的道理 在台南那边也是 阿美族带去的铁器文化 鸟松 你看他们 这边还有大湖文化 凤鼻头文化 还有响铃文化 这个响铃文化 是阿美族跟排湾族 但是大湖跟凤鼻头 这个又不是阿美族的 所以阿美族到了台南 也有跟别的族群互动 老师我这样子推论合不合理 合理 那刚才讲到这个卵山文化 本来就是把塞人 居住的地方 对 所以他这个就 你说你看卵山文化 跟花岗文化这边 把塞人已经是有存在在这里 然后就理想到了 石山文化这一块 我们看到 好像我们这个系统 碑南 麒麟 花岗 丧气 最后 灰山 山河 跟这个进步文化 好像没有对到石山文化 其实这种文化 已经是在里面 可是可能会有些混合 没有错 你看 我跟各位讲 为什么我们要一直重复这个逻辑 学者 有时候他不知道 我们来看这张图 刚刚我们讲的 阿美族的系统是中间这一块 花岗山文化 麒麟文化 跟碑南文化 那这个 完山文化 跟下面的响铃文化 他把它列成别人的系统 就是说 不是属于阿美族的系统 我们从阿美族的发展的源头 就慢慢可以推敲 学者其实把巴塞人 或者是 恒春阿美的某一个系统 他们又把它列为是 现在花冬的系统 所以这就是他们对于 这个民族的发展的移动 有比较不精准的判断 就会导致了 完山文化跟响铃文化 变成别人的系统了 像李老师我这样子说明 是不是 我可以证明 学者他们那些判断的不精准 对 又混合的地方 他都没有把它列入在 我们阿美族这一边 是不对的 你看响铃文化 刚才小白老师都讲到 他们就去行更 那 完山文化这边 巴塞人在这里 他们一直把巴塞人 还像不是跟阿美族 是有连结的关系 所以这个就他们不精准的地方 对 好 那我们为了延续这个 议题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下个礼拜 那个李老师就要准备 要讲这个部分 就说我们看一下 这个很重要的概念 嗯 你们看看这个图 我们先给各位看这个 那个 我看一下在哪 好 我们先看 进入的路径吗 这个法塞 有时候 不好意思 我有时候 资料真的很多 就是说 我们好像没有休息 我们休息五分钟 回来 我先找一下资料 喝口水休息一下 我们五分钟后 八点二十二分回来 好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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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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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 你说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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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 感谢观看 阿美国 阿美国 阿美是在 对 阿美国 阿美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我们从 感谢观看 阿美国 感谢观看 他是指 是从 的一个 他翻的 我们搞的 他说 他说 就是 就是 对 明明明 明明 看 你看看 看 这个黄色 阿美国 阿美国 对 他说 阿美国 他说 我可以做见证 因为我的后父就是格玛兰的 然后我听过那个阿公 就是他的阿公阿嬷 听过他的爸爸妈妈讲过 那我的后父 也是很会讲 他是纯的格玛兰人 可是很会讲 比我还要会 所以这个可以验证 那个刚刚凯玛老师所说的 对嘛 所以森龙哥海岸线的应该都很清楚 我们一般人对嘎辽湾的认识 就是说他们很会讲两种语言 就是会讲阿美语 又会讲格玛兰语 他们甚至还很会讲台语 所以变成说他们在语言上面的天赋 这个其实不是天赋 就是说真的 就是他们过去在南洋平原 生活的必要的条件 因为当时候阿美语 就是巴塞语 是强势语言 他那个时候是 所谓的交易的生活的语言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民族 你只要在那个地方 一定要会讲阿美语 不然你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易 你要换盐 你要换衣服 你要换稻米 对 你要换什么用具 全部都要透过阿美语来沟通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讲到了一个概念 谁掌握了关键技术 谁就掌握了话语权 谁掌握了话语权 谁就可以制定交易的规则 这个就是阿美族人 在铁器时代 十三行文化 晋普文化 还有齐武兰文化 还有汉本 还有 那个崇德遗址 一直到南边有龟山文化 还有到台南那边有鸟松文化 全部都要按照阿美族的语言 做交易的规范 你说我们伟不伟大 这真的很伟大 这个就是阿美族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 最辉煌的时刻 就是铁器文明从印度 马来西亚那边带到台湾的时候 阿美族人几乎占了从十三行那边的巴黎那个地方 一直到台南的那一块 全部都是阿美族人的语言 好 那我有一个图可以给各位看 李老师我先讲到这 有没有要补充的 应该是要格玛兰这一块 可能很多人还有一些不清楚 那既然是过去南洋这一带是讲巴塞语 应该还是巴塞语吧 那怎么会变成了格玛兰这个语言 那究竟是跟谁混了 因为北边跟南边都有这种被同化的这种感觉 这种情况发生 那究竟格玛兰就是 你到了南边这一边的是还会讲这个阿美族 那他们在北边这一边 那究竟为什么会没有了这些语言 变成为所谓的格玛兰 甚至于变成闽南语 其实在壮主 那个地区那一带 河口在津气里面 那一带很多都是平补族 嗯对 平补族 所以他们是怎么样会变成为 现在就是他们不会讲 嗯 那他们的 跟什么有这个 混在一起是什么族情 嗯 嗯 有没有找到这个 这个我可能在找我大概大概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 我再把这个 为什么会有两种可能性我再把它找出来应该 就是有我觉得那个时候有身翻跟手翻那个时候的有刻板印象导致认同跑掉了 就是说自我认同的问题出现 我大概觉得是那个原因 所以所以说嘛那个格玛兰在那边就是没有没有逃到 六心以南的就变成为他们自愿被同化 然后认同志不及就在那边 你可能生活上有有问题吗 尽量就是把自己变成为 就是那边的语言 跟他去沟通 对对对没有错 大概是这样子 以前他们不怎么讲那个格马兰语啊 他们在格马兰语里面 他们也很多都是跟巴塞尔是有通的 其实格马兰的语言跟巴塞尔 后面其实他们的话越来越像了 对 只是阿美语比格马兰语更像巴塞尔 就是这样子 所以当那个巴塞尔往南边移动的时候 所以就变成会有那种男士群的语言 怪怪的就是这样子 对就是所以那个巴塞尔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马兆嘛 所以就最后就是在这个右膝这一块 那九亿立案跟那个 呃那个巴基拉尔 他本来就是阿美族嘛 所以那个语言比较纯正一点 那北边跟南边都是混杂了 很多一些语言都已经 跟那边的族群可能有些些的混在一起了 对 那个李老师提到这个就很关键了 因为你看看那个南四阿美 他们的测就是大有很多地方混杂了 就是从那个十三行那边的跟那个格马兰那边撤退的阿美族人 往南撤退的时候首选一定是南四那个花莲平原那一带嘛 所以那边的话就变得怪里怪气的 同样的道理 恒春阿美就是马兰系统跟那个巴基拉尔系统这个从那个台南撤退或 他们到了那个台东那边的时候跟中间的阿美就是 他们说怎么那么多米南语的池根 什么什么比勾勾按呢 就是那个跟那个中间的阿美族的话又有不太像 不过原则上大同小异啦 阿美族人必然是各个地方的强势语言 但是他毕竟还是会被那边的语言多多少少影响到 不过他还是展现出他的强势的那一面 所以你看我们的南四的阿美 跟中部阿美还有那个恒春系统的阿美 其实可以聊天耶 那个李老师是不是这样子 对啊 我们头目这一集都是可以聊天啊 你看那个结构都一样 没有什么变化啦 就是单词不一样而已 就有一些词会不一样嘛对不对 对那是有时候因为 你地方的这些习惯嘛 所以会这么久的时间 当然会有些不一样 对没错 好 我们最后的时间 我们来讲那个最后一个关键点 在铁器时代的时候 阿美族人已经跑到了十三行的那个位置 就是淡水巴黎 另外一个位置就是跑到了台南安平那个位置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妙的地方 我给各位看 这张图我放大一点 你看阿美族人如果去南洋群岛回来的时候 很重要 去南洋群岛回来的时候 我用这个红线 去南洋群岛回来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这样走 又登陆到什么 飞南西口 登陆到进谱遗址 就湖南西那附近 再往上又登陆到什么 花莲西 再往上登陆 立雾西 再往上就到南洋西 再往上转个弯就到什么 淡水 或者是我们讲那个和平岛那边也有 这个都是巴塞人的 那 现在大家有没有疑问 那要怎么样送到那个 送到这个 这个地方呢 送到那个台南那边 我们的交换的东西 怎么到台南呢 你看你看这个图画的最漂亮了 他可以走这个路径 你有没有发现 然后他顺着这个走 这个位置点就是 达里达干创造的写记文明 叫做龟山文化 在下面一点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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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 这一个路径 就可以到 那个达里达干的龟山文化 就是在从西那个附近 有没有 这一条路径 好 然后他在这边的时候 然后再慢慢沿着沿岸 就利用沿岸流的力量 往上面到台南 就是只能这样子 另外一种走法是什么 就是那个小白老师 他们的那个 那个 那个满洲到牡丹那个路径 他从这边进来 他从北南西这边进去 或者是说太玛里西 或者是从那个 金伦西 就可以南边一点登陆 所以你们看我们这个图 我先把这个图给各位看 你们仔细看那个 刚刚那个图很妙 那个语言的 我先把那个语言的叫出来 你们就可以知道 那个 这个很妙 我把它放很大 我把它放很大 很大给你们看 我们如果 这张图就是那个语言图 这些图都是讲阿美语的地方 这个紫色的小小的 这边其实都是那个 西的出海口 我们如果顺着黑潮上去的时候 就会往这个地方走 顺着黑潮上去的时候 在这边下交流道 顺着这个黑潮上去 在这边下交流道 然后 我们从这边下交流道的时候 这从什么地方走呢 从旭海 到那个什么 满洲 再到牡丹 再到四重西 是在这边才对 这边 我这样画的不精准 不是这里就是这里 我其实那个 这个图我有点看不懂 因为这个没有那个地理位置 大概就是 从这个地方登录 从中间切过去 那切过去怎么切呢 它有到那个八窑村 四格林村 四重西 然后 从四重西的出海口 到哪里 就到大概是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 达里达干创造的龟山文化 那这个龟山文化 就是铁器的文化 好 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一张图 这样子 太多图了 我直接再把它打开一次 我们再看一下那个 季风的那张图 你们看到这张图 因为我现在要跟各位讲 阿美族人不仅仅掌握了关键的航海技术 也掌握了关键的航海路径 这个才是阿美族厉害的地方 他从这个地方进去之后 他选择了从这边登录 就直接穿过去 然后在这个地方 在沿着这边送到台南 上去 这个是冬天 因为冬天最难做了 因为阿美族通常是中天离开台湾 夏天回到台湾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个路径 比较不会是阿美族人回来的路径 而是离开台湾的路径 什么意思呢 你们看看 阿美族人会从哪边离开台湾 第一个 他如果在台南这个地方 他会顺着黑潮 在澎湖的上方做转弯 然后再切到中国沿岸流 顺着中国沿岸流到东南亚 这个就是阿美族掌控了 关键的路径 所以阿美族人 他们曾经 这个我上次有讲过 就是阿美族人利用小琉球 当成是休息站 小琉球上面有一个拉美人 那个就是阿美族人 后来被荷兰人灭族 那考古学家都搞不清楚 那到底是什么民族 那个岛上有一千多个人 一千多个人有九百多个被杀死 剩下的被抓去做奴隶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哪一族 我问你 我们阿美族人在这边产生的龟山文化 从龟山文化这个四重基 这边往北走到台南 就是会经过小琉球 小琉球就是我们的休息站 然后荷兰人就是这么残忍 为什么我们谈恒春阿美会撤退到台东 这个一定也是一个关键的事情 然后我现在讲这个是往南 如果在北边的话 北边就是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 阿美族在北边这个位置 他怎么样利用中国沿岸流 我曾经看过一个文献 就是如果你从傍晚的五点 利用东北季风的力量 因为冬天是吹东北季风 那你利用东北季风的力量 往这个西边滑 它自然而然在隔天的中午 就会进到泉州 隔天中午就到泉州了 就是说你傍晚五点 滑 隔天中午就到泉州 也就是利用东北季风的力量 可以直接到对岸 然后对岸再利用中国沿岸流的力量 把你带到东南亚 好 我们先讲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说阿美族南下的 那我现在要给各位看另外一张图 这张图就是北上的 好 这张图北上的 为什么要看这张图呢 这张图就是把 台南安平的路跟 十三行博物 不是不是博物馆了 十三行遗址 不是不是遗址 从那个巴黎那一区 就是阿美族 那个巴赛处在十三行这个位置跟 台南这个位置 他在夏天的时候回来 直接走什么 直接走黑潮的这个小路 或者直接接这一个 这个绿色的这一个 南海海流 直接接这个上来 在台南登陆之后 再直接到十三行 所以阿美族人在夏天 把台南的东西带到十三行 是在夏天的时候 那在利用这个河岸的沿岸流 他这个没有被画到白色的地方 黑潮的力量比较小 他就利用这个过程 一站一站一站停做交换 一直送到哪边 北南西这个地方 好 李老师我讲完了 这个逻辑正确吗 对 正确 正确 他就是有两种的方式就对了 一个是用洋流的方式 然后在没有洋流的 这个很大的这个作用的时候 他就用风向 对 也就是说在这个沿岸的时候 都用风向 那这个大海里面都用洋流的方式 对没有错 好 我讲完了九点整了 现场有没有任何问题 我结论就是说 阿美族人掌控了关键技术 就是航海的能力 第二 他掌控了关键的航海的路线 他比台湾的任何一个族群 更懂得如何去东南亚去做交易 第三 他掌握了关键的那个什么交易的物品 矿物 从陶器 一直到 南岛的玉路的展域 东田域 再到了琉璃珠 玛瑙 再到铁器 再到黄金 最后到了那个 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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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阿美族掌握了这个关键的交易的东西 所以他都掌握了东西 所以他掌握了话语权 所以为什么巴塞语是当时的交易的通用语 当时的巴塞语就是现在的阿美语 所以结论 我们今天可以看看阿美族过去的发展历史 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的历史还原 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 过去的族人是这么的 这么的伟大 只能这样形容 好 以上 好 有没有问题 掌声鼓励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没有问题 我们请李老师帮我们做个节语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讨论 他们在这边 对 我早知道 我早知道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无人的世纪 但我们不想要跟我们的语言 我们不想要跟我们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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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跟我们的语言 我们是在语言 跟我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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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裡有些人 我會想說 不要再說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嗨媽媽 嗨 嗨媽媽 嗨 嗨媽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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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